特别为此写了一篇声明 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洋发言人呢 把这篇声明的内容向大家朗读出来 洪秀柱声明 我的父亲一生受尽苦难 他生前我来不及尽太多孝道 他身后却因为我的参选 此次再度受到多可及领弱 这次选 我才一起准备 受尽检验 不到必要 我不会受尽力 因为学法有多 甚至司法资源的针对 但此次因为一场选举事件 我的父亲所受之领弱 已经超越任何民主 与人性该隆忍的界限 当年父亲大学法律系毕业 却在牢中遭受囚禁逼购 更没有能力待他受苦 父亲坐牢时我们救不了他 但是父亲身后遭受这种糟蹋虚辱 栽赃冤屈 他含冤九泉之下绝不会瞑目 身为子女我必须提出法律诉讼 捍卫父亲的名誉 本案被告 温生 相关节目 以及新闻连续辱骂父亲 数天数夜 许多人问我 为何不立即提告呢 至少生教 加上多年看尽政治 往往剥夺了人性的美好 我曾想 等待对方冷静后 会有一丝忏悔 正确地说 我难以置信 任何具备人性及完整人格的人 竟会说出这种话 我一直等待置歉 因为我对人性仍有信赖 当然 我失望了 我没有等到 走到法院的这条路 我比被告还痛苦 因为他代表着那些 从来没有能受冤狱 行求恐惧的人 心中至今的傲慢 没有跟受苦的人 他们并不理解 一个政治犯的家庭 如何艰困地度过 痛苦的艰辛历程 真正痛苦的人 往往不提往事 因为太痛了 只能放下 不愿回顾 为了提告 我必须从岳父亲老李的笔迹 法院判决时的笔录 33岁政治壮年的父亲 在法院喊冤 控诉检方恐吓 以行求取得自白 那时对我有了一场酷刑 经历了伤心父母逝去的我 此刻只能向上天说 爸爸妈妈对不起 他又告诉我自己 幸好他们已经离开 走了 不再需要亲身经历这一切 我们相信善良的台湾 我盼望残忍的言论到此为止 以上是洪副院长自己 以亲自修改过的声明 针对温生等人的这样一个控告